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观看由我要咨询网出品的 XL数据透视表视频教程 今天我们学习第一章的第二十二个自动分组 那么自动分组是XL里面数据透视表中 相当不错的一个功能 那么要想看到自动组合这个功能 它在哪个位置 首先我们得建立一个数据透视表 比方说我以β这个工作表中的数据 来新建一个透视表 好位置把它放到基础讲解这里 放到这个位置确定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分组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都是灰色的 因为还不构成分组的条件 所以它是灰色的 那这个时候我想这样 我想以不同的年龄段来统计 它的学费或者是人数吧 统计不同年龄段的人数 比方说20岁以下的有多少人 20到3030到4040以上的人数是多少 所以我希望把年龄拖放到横标签 再把年龄拖放到数值这个地方来 然后这个不要是求和应该是计数 所以我们选拖激数项 OK完成了以后就形成这个样子 但是它并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来说 20岁以下 然后20到30 30到40 40以上 并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显示 而是18 19这样的相同的 把它合并不相同的就显示出来 那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来 我们就可以利用分组 把光标点击到横标签 都要点到其他位置 比方说现在我点到这个技术项 你点还是灰色的 一定要把它点到这个横标签 进行点击分组 然后点击将所写内容进行分组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自动 这个又是一个自动组合的一种方法 那么它现在是数值 那么就以数值的方法来进行自动组合 那么你看起始于就是最小的 实际上是18 在这个里面最大的年龄是49 那么它就以最小的年龄和最大的年龄 作为起始值和中值值 不长的就是他们之间 之间的间隔是多少 是10 那么我们点击确定 你看18到27 28到37 38到47 是不是中间间隔了10 这是它的不长值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20岁以下 然后呢 20到30 30到40这样的一个年龄段 怎么办呢 我们就不能让它默认的这种自动组合的方式 我们可以将来 把最小值写成一时 写成一时以后了 我们把你前面的勾给去掉了 那最大值让我们写成50 虽然最大的是49 这个最大的最小的是18 但是呢 为了方便它的不长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会形成一时二时三时 不长值 是一时我们不改变 区利 是不是 你看10到19 那么证明这个是20岁以下的 20到29 30到39 40岁以上的 是不是 那么你说 我们要写19岁以下 你可以重新编写一下 19 岁以下 19岁以下 19岁以下 然后呢 后面这个写的40岁以上 40岁以上 就完成了 这个是我们统计出来的结果 就是19岁以下有49个人 20到29 256个人 那么40以上的286个人 对不对 这个就是自动组合 它的作用 它的作用 那么如果你要取消的话 你就点一下取消组合 这是一种组合方式 接着来看第二种 日期的自动组合方式 我同样以这个表为准 来建立一个数据托识表 把位置同样放到基础讲解的 就这个日期的下面吧 好 现在呢 我想 以这个 我的要求是 要求是 求每个季度 它的学费的总额 把每个季度 它的学费 给汇送起来 那么 季度肯定跟日期无关 我就把报名日期 放到行字 行标签 把学费放到数 这个区域 是求和 但是它并没有按照 我们的要求 是按季度来的 它还是按照这种日期来 去汇送 比方说 2010年 1月1号 有这么多人报名 学费是这么多 那么 实际上 1月1号 这些人来报名 对不对 有这么 这么些人 然后呢 是37100 我们看 是不是37100 但是我想知道 是整个 A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整个一年 他们的报名情况 怎样做到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呢 我们就把光标 同样定到 黄标签 然后呢 选择选项 分组 还是点击这个 将所想内容分组 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了 它还是自动 就显示了 自动分组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的 不长 它变了 不像刚才 只有一个框 让我们来体验 现在呢 它有很多选择 很多选择 然后起始于 终止于 你看 这个终止于 实际上 是什么样 结束时间 是2010年 10月18号 没有11月 没有12月的 没有11月 没有12月 那么我们想 以季度的话 你就点季度 点季度 然后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 就可以看到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都可以 如果它有年的话 也比较好办 比方说 某一年 有几个年代的 比方说 10年 11年 12年 它都在这个表中的话 你可以先一年来选 然后再以季度 可以同时选择 点击确定 你看 2010年 如果有11年 12年 它都可以这样的显示 在这里我们要求的 只是季度 而且只有 10年 所以没有必要 把年也显示出来 所以把这个年去掉 就可以了 然后上面的话 你可以改 可以不改 因为它的最小日期 是11月1号 最大日期是 10月18号 并不是12月份的 因为没有12月份 也没有11月份 所以你改也可以 不改也行 那么这个就是自动筛选 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带来的好处 对于这个 针对这个日期的话 我们看它可以细化到了 秒的位置 年 日日的话 你看它是 一某一天 你可以与某 比方一周 就可以写个七天 等等之类的 都可以 关键上自己的定义 那么这个是关于 自动组合的运用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下节课呢 我们讲解一下 手动组合 就是自动不行 我们想手工来进行组合 来达到我们的要求 好了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讲解到这里吧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